最好是选用当天下的母鸭蛋 这蛋清包裹着的蛋黄 上面有一个小孔 里面塞满了肉末 这个就叫灌蛋 第一步 咱们准备好50克 3倍7瘦的五花肉 按照屏幕上的比例 放入调料 给它搅拌均匀 先放一旁备用 第二步 小碗中加入少许的猪油 打入三个正宗的母鸡蛋 用根牙签在蛋黄上面扎个小孔 再把咱们提前调好的肉馅 一点一点的给它灌入蛋黄当中 这灌蛋如果做得好的话 里面的肉末灌的特别多 这个蛋黄它还不破 如果选用当天下的鸭蛋 那就会做得更加的好吃 更加的好看 灌好以后 从碗边加入一勺的清水 放入蒸锅中 用大火烧开 盖上锅盖 转小火蒸个8分钟 每天都在用心的叫做菜 就麻烦大家给个免费的小红筋 就是对着那屏幕点两下 祝大家身体健康 吃麻麻香 这是咱们蒸了8分钟的灌蛋 已经熟了 现在咱们把锅盖给它揭开 让它拿出来 浇上一勺的蒸鱼籽油 撒上少许的葱花 这小菜它就妥了 老少介意营养丰富 赶紧动手 做给家人尝尝吧 赶紧动手